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667集 占了大便宜 老者冷哼一声,退后几步,说道 若非老夫刚刚踏入殷墟只有两年 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你即便有再多的神通法宝 也不是老夫的对手 王林收起伤魂,散回仙山 平淡地说道 我与你谈的是交换这神通 老者冷笑道 此时休想 雷丁业拿了,还不离开 王林目光一凝 抬起右手向前一指 立刻一道黑芒瞬间冲出 直奔前方 在这黑芒出现的刹那 老者立刻感受到 好似生机都要被抽离了一板 黑芒冲出 直奔后方的修真心 消失不见 但老者的神石却是紧跟黑芒 亲眼看到了这黑芒落在一处平原 使得平原之上的植被瞬间枯萎 化作无数生机迅速飞出 冲出了修真心 融入王林的体内 此神通名为寄灭之 王林平缓地说道 老者哼了一声 说道 此树若是老夫没有打倒殷墟 尚还勉强入眼 可现在却是鸡肋 他嘴上虽是这么说 但内心却是暗经此树的霸道 他看中的不是此树的威力 而是那吸收生机的神通 王林右手栽指 立刻又是一道妖异的黑器 环绕指尖 一指之下 指风一晃 在老者身前停下 此神通名为化魔指 转化体内仙气为魔器 与寄灭之同用 效果更加 老者盯着眼前的黑器 略有沉吟 抬起右手在旗上一抓 立刻便抓在了手中 神石一扫 许久 他抬起头盯着王林 缓缓说道 传闻 东林星修士 擅长使用魔器神通 原来你是东林星之人 不过 这神通也一样是鸡肋 王林沉吟片刻 当年司徒南最在意的便是黄泉指 此书即便是有缺陷 也不能拿来交换 王林目光一闪 抬起右手 缓缓地说道 我最后施展的这个神通 靴自一位第二部碎孽期的前辈 此术若你还看不上眼 此事作罢 老者一针啊 内心颇为不幸 王林心念一动 不远处的鲜味傀儡立刻化作一道金光流星 直奔后方的修真心而去 傀儡一动 使得老者立刻面色阴沉 烧情 鲜味傀儡回来 其手中抓住一头凶手 此兽看起来极为争鸣 全身长满了粒子 甚至其嘴角还有半截凡人的手臂 那显然是在进食中 被鲜味傀儡抓来 王林右手双指成剑 杀戮先爵 他已经很久没有施展 当年凝聚的那无数杀戮之气 全部放在了傀儡身上 最终也消耗在了一战之中 但对于杀戮先爵的感悟 王林却是极为深刻 毕竟此术啊 在他手上修炼 也有了百年以上 此刻他凝神烧起 一指之下 顿时一道剑气 从其手指散出 直奔的凶手而去 剑气入体 凶手立刻惨横起来 瞬间呢 其身子立刻在老者 猛的睁大双眼间 迅速枯萎 最终彻底的成为一具骸骨 一道灰气 从凶手骸骨上散出 缠绕在了王林纸上 王林手指一甩 灰气飘出 他轻点之下 此气立刻画作一个烙印 飞向老者 此神通名为杀戮先爵 老者动容 右手抬起 一把抓住那烙印 神石迅速散出 一点点仔仔细细的查看起来 越是看去 他神色便越是震惊 到了最后 他几乎双目冒光 这杀戮先爵 以他的修为 几乎一眼就看出了 其强大之处 这烙印显然是具备了一定的防护 至于那道白气 则具备了攻击 虽说并非强大 但此术显然是可以多次施展累计 此烙印 乃杀戮先爵所化 依靠杀戮获得生机之力 以生机之力徘徊身体四周 从而凝结生之烙印 此烙印越多 防守之威便越强 当年传授我此术的那位前辈曾说 若全身亿万烙印守护 即便是修真心崩溃 也可安然无恙 王林并未说过 他所说的正是当年灰衣天蕴子的原话 老者脸上第一次露出犹豫之似 显然呢 这杀戮先爵真正的让其动了心 以他的见识 自然看得出 这杀戮先爵极为强大 绝非是寻常修士能够获得之物 很显然 对方所说 传承至遂孽修士之言 有一定的可信 只是他这第三眼神通 却是家族传承 轻易不能交给外人 此书来历不明 似乎是很早之前的先祖 无意中得到 按说呀 这样的神通 若是换作联盟星雨 他的家族是不可能独自拥有的 但在罗天星雨 这个以家族为门派的地方 每个家族都会拥有一些传承的神通 如此 轻易倒也不会被人所夺 另外更主要的是 这个神通 他们家族自得到之后 他是第一个炼成之人 王林等了片刻 见那老者始终还在犹豫 大袖一手 转身踏向雷手 口中说道 罢了 道友既然不愿 那此事作罢 说着 他身下雷兽化作雷光 冲向远处 先为傀儡紧跟其后 老者手中的生枝烙印 此刻崩溃 化作灰气消散 他的消散 好似在老者心中掀起了波澜 如同本该是他的神通 被人抢走了一般 眼看王林的身影 所化的雷光越来越远 老者面色变化 一咬牙 口中喝道 倒有止步 这杀戮先决 加上之前的寂灭纸 与化魔纸 我与你交换 王林停下 雷兽通灵 转身飞回 在老者前方十丈外停下 鼻尖喷出闪电 眼中露出不信 换了 老夫与你换了 但你要答应 此数不能外穿 老者咬牙道 王林点头不再废话 直接一拍宠戴 拿出三枚玉剑 详细地记录了 三道神通之后 也不怕对方反悔 直接扔出 老者接住后 看了一眼 尽管神色如成 但内心呢 却是对王林的举动 有些佩服 同样拿出玉剑 把第三眼的神通迹象 扔给了王林 只不过呀 他却多了个心思 留下了几处错误 若是按照这个修炼下去 即便成功 也会有很大的隐患 王林接过 仔细地查看一番 内心暗中运转 更是不惜消耗心血 一自己看到第三眼的状态 再次看了一遍 他一眼就看出 其内的端倪 也没点破 只是略一点头 望着老者 王林内心呢 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这一趟交易 他算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犹豫了一下 他抱拳道 道友 杀戮之气的数量 最好不要超过十万 否则的话 会有危险 告辞 他说完 立刻头也不回地迅速远去 其背影罕见的 有些急促 老者一睁 脸色微变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遇见 沉默片刻 转身带着族人 回到了修真心上 随后立刻闭关 他要尽快修行 争取一个月后 来得及去雷之仙剑 王林坐在雷兽背部 脸上有些古怪 他摇头自语道 以这三个有问题的法术 换取一个 蕴含了一丝第三步方向的神通 确实有些过分了 是有些过分了 王林看着手中的遇见 嘴角露出微笑 这神通啊 那老者只当作寻常 即便是在意 其程度也是有限 可在王林看来 这神通却是极为强大 居然蕴含了一丝 回归本源的气息 若非王林看到了第三步 此刻定然看不出死术的前例 他压下心底的兴奋 仔细地查看预解 其内对方留下的错误 王林并不在意 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呢 他便可把这些错误扭转过来 这比之前修正三大神通要简单很多 雷兽速度极快 在星空内呼啸而过 其目标啊 是王林的修真心 清灵 清灵星的修士 刚刚庆幸 占据子弟的那位脾气古怪 有着特殊癖好的前辈 终于离开了 可是啊 没过几个月 却是立刻又压一起了 因为啊 那位有着特殊癖好的前辈 也回来了 恒云风万里之内 再次成为禁区 无人敢踏入半步 回到了自己的修真心 王林立刻抓紧时间 研究与修正这第三眼的神通 慢慢的尝试掌握 大半个月的时间呢 很快的过去 这一日 天空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一片蔚蓝之下 更有柔和之风吹过 落在身上 同样也带着一丝暖音 王林站在恒云风顶 手中拖着雷顶 丝顶只有八张大小 膝上蕴含了雷光 游走之下 发出清脆声响 在王林的眉心呢 一道细微的缝隙 若隐若现 散出一丝鸿芒 此刻的他 看起来颇为诡异 若说是正道修士 怕是不会有人相信 怎么看 在他的身上 都有一丝邪意 这一切 自然是因为 其眉心的 这个裂缝所致 不多时 蔚蓝的天空 出现了一片片雷云 死云出现得极为突兀 之前呢 没有半点征兆 前一刻 还蔚蓝的天气 在下一夕 立刻阴暗起来 阵阵雷鸣 在那云层内游走 传出轰隆隆的声响 与此同时 王林手中的雷顶 也好似灰影一般 旗内的雷光更浓 就在这时 天空的云层内 漠然间降临一道粗大的闪电 直奔 王林而来 王林盯着那闪电 眼露奇异之盲 他知道 只要这闪电落在雷顶 自己就可以被牵引而上 踏碎虚空 直奔那飘渺的雷支仙剑 但 他却在这一刹那 把雷顶收起 这可是仙雷 王林喃喃自语 眼中奇异之盲更浓 他接下来的举动 在雷之仙剑 开启的无数次中 前无古人 雷之仙剑 开启之时 会产生仙剑之雷 死雷起到招引之用 凡是拥有雷顶者 皆可被招引而去 至于为何会如此 没有人知晓 仿佛很久以来便是如此 也有一些大神通修士 想要知晓 这旗内的傲慢 只不过任凭 他们如何去追查 最终依然是没有答案 久而久之的 也就没人再去寻找 这一切的因果 只是知道 拥有雷顶 便可进入雷支仙剑 此刻在这清零星上 王林收起雷顶的一刹那 那从天而降的雷霆 带着浓郁的仙气 瞬间而来 雷上未到 便有其声轰鸣传出 王林目露奇异之盲 体内元神疯狂地运转 阵阵雷光在其体内游走 甚至波及至身体外 向着四周的地面扩散 此刻的他 如同掌控了雷电之人 在那雷霆降临的瞬间 王林身子如同流星一般冲出 直接冲向那雷霆 张开大口 毫不犹豫地一吞 仿若气吞山河 一吞之下 风云色变 似乎整个天地 都在这一刹那暗了下来 那原本照亮了一切的雷霆 生生地被王林吞入口中 一连串轰隆隆的巨响 从开始的雷霆 变成了闷闷的咆哮 从王林的身体内 漠然传出 王林全身一震 在他吞下鲜雷的一瞬间 他好似有种 被鼓神一拳击中的错觉 其整个身子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带着体内传出轰轰声响 直接从半空坠下 砸向大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